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礼宾沿红毯两侧列队致敬 身着传统服装的当地民众 挑起印尼民族舞蹈 吸迎中国贵宾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统筹部长卢胡特 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陆康 驻东盟大使侯燕齐等 到机场迎接 李翔表示 此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 是我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 对亚洲国家首访 中方坚定支持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愿就区域合作重大议题 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 加强团结协作 推动东亚继续成为 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 李翔指出 近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左科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国同印尼关系快速发展 树立了发展中国家 联合自强 携手发展的典范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打造更紧密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为国际地区合作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心动能 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李强将出席第26次 中国东盟10加1领导人会议 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10加3领导人会议 和第18届东亚峰会 访问印尼期间 李强将同左科总统会谈 出席印尼2023可持续论坛等活动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特意即可帝离坛等活动 中国文字字幕追 headquart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